当期联盟,后场球员作为当家球星占据着联盟主流。 从库里,欧文,哈登等豪门球队的控球后卫,到沃克,林书豪这些与那球队的后场球星,他们比其他球员更加掌握着球队的生死存亡。 在联盟中,超级后场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了,水花兄弟几年前就开始统治联盟,灯泡组合第一年的实验就取得了非凡的效果。 如今,西部又有一支球队,可能会组建同样强大的后场阵容。 今年夏天,雷霆不仅甩掉了安东尼的垃圾合同,还顺便审获了一名实力出众的替补空位,这也得益于老鹰的无私奉献。 从当时来看,几乎所有人都认定,雷霆新赛季的首发阵容将会是伟少,罗伯森,乔治,帕特森和亚当斯时,妹妹Koop's Hype给出了一个不同观点的建议。 在一个多月前,施罗德刚刚被交易到雷霆时,乔治曾经表达了对优秀替补空位到来的欢迎,而事实上,在如今这个小球风靡的时代,又是火箭的组成或属于自己的无小阵容。 显然,雷霆也有这个机会,去促进一套无小阵容,施罗德、威少、乔治、格拉特和帕特森的阵容,将会让对手感受得强大的冲击力。 根据数据显示,当威少、乔治、格拉特和帕特森同时在场时,他们每百回合,可以晋升对手8.6分,而库里、汤普森、杜拉特、伊哥巴拉和格林同时在场时, 勇士的百回合竞胜分只有8.4分,如,或施罗德可以加入,雷霆这套无小阵容,的实力,将丝毫不会顺色于勇士。 值得一提的是,施罗德的助攻能力非常出色,他上赛季场均6.2次助攻,是仅次于西蒙斯的后场球员,威少上赛季又一次完成了场均三双的尾翼,场均助攻数达到了10.3次。 这两人的助攻数据和当初保罗联手哈登只有一曲同工真妙,如果威少可以适当放全给施罗德,自己去尝试打得分后外的位置,或者说是像哈登一样的攻击型控位,雷霆新赛季的表现可能会令人刮目相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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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